各位观众、各位朋友 大家很开心在台上和大家见面 欢迎各位今天晚上来到西湾河文娱中心 欣赏由厚德曲艺研究会主办 为我们筹备的厚德艺术传承会演 未来一年厚德会有六个演出和大家见面 如果大家收到这张传单 我们后面也有了 有六个节目是未来一年和大家见面 希望大家注意我们的演期 多谢各位的支持 多谢各位的捧场 今晚我们的第一个叫做《雅族共荣名曲上》 我们会为大家预备了七个节目 希望大家喜欢和试以欣赏 第一个节目为大家送上 是一首讲历史的故事 《碧血清风》 或者有些人称这首歌叫做《撒庙》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说在三国的时代 魏淑吴 当中的淑汉国造为43年 有两个皇帝而已 第一个皇帝就是刘备 第二个皇帝就是我们听过的 就是百万军宗藏阿斗的阿斗 刘蟬 在位41年 最终他听信他一个臣子 焦州劝告投降给魏国 当然是他的第六个儿子 刘蟬 听到之后非常气愤 就是说他对不起他的爷爷 即是刘备 但是刘蟬 听不到这个 亦是不听他的儿子的劝奸 是一意孤行 是要出行给魏国 于是刘蟬 粉儿就一个人走到泰苗 向祖先哭诉 而他的夫人追到泰苗的时候 这个情景究竟是怎样的呢 不如有请大家 细欣赏 以下这一曲由 陈燕玲、关秀珍 为我们送上的 《逼血清风之杀苗》 有请两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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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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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